强大的快压机啊 我愿意以绿宝石作为祭品 请你赐予我太阳矛强大的力量吧 嘿嘿 我的终极技能武器终于完成了 来试试它的威力吧 太阳之矛 释放你的力量吧 沉睡的亡灵大军 苏醒吧 听从我阿阳的召唤 嘿嘿嘿 有了这群亡灵大军 我阿阳就可以称霸世界了 哎哎 我的大军呢 怎么消失了 哎 难道是魔法不够了 哈喽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羊魔的百宝箱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 武器技能魔祖 它的名字叫做JJ技能 这款魔祖中啊 增加了30多种 可以附加在武器上面的技能 它们既可以用来战斗 也可以帮助我们生存 听上去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那么废话不多说 赶紧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在这款魔祖中啊 增加了一种全新的 红色技能经验球 我们可以通过消灭怪物 或者在地牢的宝箱中 找到这种经验瓶 通过喝掉经验瓶 来积累技能的经验值 积累足够多的经验值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P键 打开技能界面 在这个界面下 我们可以学习各种武器的技能 有进攻型的 防御型的 还有辅助型的 每一个武器技能 最高可以学习到十级 等级越高的技能呢 需要的经验值也就越多 不过当我们学习好技能以后 还不算完啊 我们想要将技能 附加到武器上面的话呢 还需要制作一个快压机装置 快压机装置呢 是用五块木板 加上两块铁块 和一个铁针合成的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 组装快压机了 不过快压机的组装方法 比较复杂 小伙伴们可要赶紧拿起 小本本记好哦 当当当 快压机组装完成 最后我们只要右键 点击它一下 快压机就会开始工作了 有了快压机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武器 附加上各种技能了 只要打开快压机的面板 将武器放置在中间的插槽中 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技能界面 学习的各种技能 每次给武器附加一个技能呢 需要消耗十颗绿宝石 而一把武器 最多可以附加三个技能 选择好技能以后呢 只需要等待快压机 运行完成就可以了 不得不说 这个快压机附加技能的方式 还真的是炫酷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这么大的火花 差点把自己的房子给烧了 所以小伙伴们 一定要记得 在室外使用这个东西啊 否则一时足成千古恨呢 大功告成 我们的技能武器 制作完成了 想要使用武器技能的话呢 只需要按右键 就可以释放技能了 我们先来试试第一个技能 亡灵召唤 嘿嘿嘿 我现实的样子是不是酷闭了 你把我吓着了 咳咳咳咳咳 我们再来试试另外一个技能吧 如果我们想要切换武器技能的话呢 只需要按下Alt键 就可以成功切换了 看我的韩兵之间 怎么样小伙伴们 我这把中级技能武器 是不是很厉害啊 好了小伙伴们 这款模子中武器技能还有很多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下载下来试一试哦 那本期视频简单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咯